拜登大谈中国后狠狠地跌了一跤 来年总统连任存疑 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上面呢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树军 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大谈中国后 拜登狠狠地跌了一跤 美国的命运恐怕也是如此 近日拜登在参加美国空军学院毕业典礼的时候 摔倒了 此前他在演讲中继续大谈中美博弈 声称美国不寻求冲突或对抗 但也为激烈竞争做好准备 演讲结束后 拜登不慎被现场的沙袋半倒 摔倒在讲台上 随即白宫发言人声称总统没有大难 拒不完全统计 拜登上台后在公众面前摔倒就有五次 除此之外 拜登还常常在讲台上迷路 美国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选民担心他年事已高 不适合再当总统 距离2024年美国大选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了 如果到时候拜登成功连任 他就能打破美国再任总统的最高年龄记录 但是很可惜 就目前的美国民调来看 超过60%的美国民众质疑拜登的健康状况 拜登连任之路就会充满挑战 当然对于我们来说 未来中美关系的发展依旧是重点 假如拜登下台 新上任的总统还会延续现在 拜登的对华脱钩政策吗 答案恐怕依旧是肯定的 目前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 对中国的政策都是一致的 那就是要遏制中国的经济发展 让中国老老实实地挡美国的血包 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对华的政策 还是有些许的不同的 在目前的美国政局中 民主党背后支持的资本 大部分是金融资本 而金融资本作为通过反全球化 来逼迫各国资本前往美国 从中获利的存在 对一直大力支持经济全球化 维持社会稳定的中国非常看不上眼 同时中国的核心产业 也不允许外国资本投资 这也阻耐了金融资本 在中国获利的脚步 并且由于中国的存在 许多国家把目光投向了中国 这也阻耐了他们在全球 攫取利益的脚步 而对于共和党背后的产业资本来说 全球化的好处更大 但他们希望中国 一直呆在第一产业链上 专心当美国制造的血包 反对中国的产业升级 是因为中国发展高精端产业 会和美国进行竞争 损害产业资本利益 所以说呀 就算是拜登下台了 上来的不管是谁 都会继续把对华脱钩 这台大戏唱下去 问题就来了 对华脱钩到底能不能成功 对华脱钩其实是一个伪命题 就目前的经济形势来看 美国能切只能 依赖中国的市场和制造业 前不久的美债危机 美国虽然提高了债务上限 但还指着中国继续购买美债 给美国背书 再加上中国强大的产业链支持 美国想要真正对华脱钩 必然要伤筋动骨 而且最近我们也都注意到了 美国敲明明的把对华脱钩 改成了去风险化 其实啊 美国所谓的对华脱钩 只是对中国的一种经济胁迫 妄图威胁中国 回退产业链升级 老老实实地承接第一产业链 直到现在包括美国在内的 很大一部分 西方国家仍然认为 中国的经济发展 全部都是因为中国加入了WTO 完全没有看到中国自身的努力 和对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反谱 也看不到08年金融危机 中国对世界的作用 就这次拜登的演讲来说 还是老调重谈 大谈所谓的中国威胁 而看不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 起到的作用 只有狭隘的眼光看待问题 把中国视作仇敌 而不是合作伙伴 拜登这一跤摔得一点也不冤 而美国的命运恐怕也是如此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